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职业赌场为避免遭茶器长次处流窜,为了招揽赌客会在开赌前将时间地点通知收客,没想到其中一则LINE讯息竟然发给打击犯罪的刑警,警方立刻调集警力攻坚破获该处俗称祷告好久的流窜赌场。 当场查获赌场负责人,员工及赌客等共20人,查扣投资等赌具及赌资67万多元。 台中市新大真八队理性扫队长上月底,突然收到一通透过通讯软体LINE传来的讯息,今晚在台中市神刚去大副路一号好久,零载近邀,虽然是陌生讯息且未与对方互加好友, 但警方研判可能是流窜地下赌场为招揽赌客所误传。 当晚立即集结警力前往勘察,警方发现该指系赌洞二楼就是建筑,埋伏监控,过现十多名男女陆续搭车前来,再步行进入。 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时,一些阿公阿妈级的赌客如金公之户四处逃窜,清急下有人跑到鞋子都掉了还将赌资藏放冰箱后方,也有的直接丢到屋外草丛内。 警方唯恐眼睁跌倒受伤等意外不断提醒,做好,卖鸽走阿控制现场。 警方当场查获48岁的赌场,杨姓负责人,担任把风,监探监视荧幕即开关赌场大门等工作的52岁张姓员工及赌客18人。 其中年纪最大是80岁的阿公纪查扣头子,竹筒,偷钟,米筛,计时器,肩,试器主机及镜头,以及赌刺67万1900元,抽头金8000多元。 警方指出该俗称祷告,好久的赌场有赌客轮流坐庄,先将三颗头子放入竹筒,偷钟,内植出一总点数8,9点通杀, 总点数11,12点通培的方式运作,洋男则以每小时每人抽头300元的方式经营,训后全案依赌国罪嫌宋办,赌客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财阀。